第一次離開香港,跟葉牧師宣教, 心裡開始覺得挺好,可以離開香港宣教, 但心裡又想想,好像不是那麼安全的地方, 會不會是呢,都有點猶疑, 問上帝,其實我這次應不應該去呢? 如果是應該去的話,求你給我有平安, 開始都戰戰兢兢, 但後來我身邊的先生都有一些支持, 就說去吧, 開始給我的意見好像不是那麼好, 後來我再問他,他就很決絕地去吧, 於是我就覺得很平安地上去, 上去之後, 比我心目中的教會完全是很不同, 去到門口的時候, 又很開放,完全不是什麼秘密基地, 即是一些,是人經過都可以看到, 這間是教會來的, 去裡面唱歌,大聲講道, 其實經過的人都有機會聽到, 我覺得是很好, 入到去了,到處觀察一下, 有很多環額, 金句,使徒信經, 鼓勵信徒去敬拜上帝, 在當中,牧師講道之前, 他們還有一些, 复旗的表演有吹號角, 不是那麼傳統的教會方式去進行, 在當中, 看到姊妹在复旗當中, 看到她真的, 無論是她的眼神, 她的母子, 都是很投入, 是好,令到在座的每一個信徒, 都是去享受投入去上帝的空間當中, 去到另一個空間, 我可以形容是, 我們有服侍隊去祈禱, 其實祈禱了, 我又不知道, 這些普通話又不是很普通, 可能人家未必聽得懂, 戰戰兢兢又走過去, 一開始邁去一個, 都叫年輕的男士, 我都問她, 你會否說白話, 會否聽, 她都說, 都會聽, 於是, 我心又定些, 感謝主, 我起碼不用普通, 一些她不明白的話, 去跟她說, 於是, 我用白話去跟她祈禱, 她一開始都很, 真的很虔誠, 很卑微, 我自己都抱著一個很卑微的心, 去服侍, 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普通的人, 她這麼卑微, 摔下頭, 我要更加卑微, 我問上帝, 我應該跟她說些什麼, 我跟她祈禱, 一邊祈禱的時候, 我都感覺到自己一邊祈禱, 為何我有點淚流下來, 然後, 我自己, 唉, 抹大眼, 想整理一下自己, 我抹大眼, 我已經見到這位弟兄, 流到眼淚, 整個臉都是, 我跟妳祈禱, 妳有什麼感覺, 因為牧師經常教的, 跟妳祈禱完之後, 你問問別人有什麼感覺, 她都很平安, 她說很平安, 很釋放, 我都沒有再問她, 她一連串把自己以往幾年前, 發生了什麼事, 做得不好的地方, 就說了出來, 我覺得她很釋放, 後來, 我都收到她的WeChat, 馬上有問問, 即是問候我, 很熱情, 感覺到她是, 真是得到釋放, 很開心, 兩位祈禱, 最初那個姊妹, 就這裏, 就結合了, 直接拿著, 對方也拿著, 很不開心, 然後, 問她什麼事, 她就告訴她, 怎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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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然後, 我們都是, 保住, 用上的說話去安慰她, 祈禱, 祈禱完之後, 我們就跟她聊聊天, 即是看到, 我跟另一個姊妹, 都說, 嘩, 看到她, 是笑著, 這裏是, 分開了, 是笑著走, 所以, 我很感恩, 其實上帝, 用我這麽卑微的器皿, 去到, 服侍身邊的弟姊姊妹, 另外一位, 又是, 那位姊妹, 原來, 這麽巧巧, 就是剛才那位, 男士的媽媽, 她, 又是很想, 我跟另一個姊妹, 跟她一起祈禱, 但這位姊妹, 就不是很懂白話, 我都用盡量用, 我只有很少的普通話, 即是懂得講的普通話, 就跟她祈禱, 說完之後, 她都很開心, 因為, 我跟她說, 其實剛才, 我就是跟你的兒子祈禱, 我問他, 其實你有沒有見過你的兒子, 很痛悔地流淚, 去跟上帝宣認罪, 他說, 我沒有見過, 然後我說, 很感恩, 剛才你兒子, 我覺得他很釋放, 他真的流淚滿面, 將他裡面, 所有, 一些以往, 他覺得, 做得很不對的事情, 全部都說出來, 但是他很想繼續努力, 靠著主耶穌, 去到聖的一切困難, 有些鼓勵性的說話, 後來他都回覆了我, 他很多謝我的鼓勵, 他會靠著耶穌, 會剛強, 所以我都很感動, 所以這一次的宣教, 我都很多謝上帝, 在我們這麽卑微的人身上, 去到做他要做的事工, 都感覺到, 和在這間教會, 很感覺到, 當祈禱的時候, 當唱詩的時候, 是有能力, 即上帝的能力, 是輪到我身上, 去到為他們服侍, 所以很感恩, 我們都一直以為教會, 寫好、 you的 są一塊, 它很輕鬆, 你們有套話 gł場有發力, 嗯 inclus sake, 你怎麼承認好了, ところ去到其他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